欢迎来到乳乳Recipe的Tea Time 今天是阿弥陀佛诞辰 要为大家分享白巧克力莲花的做法 材料有五个莲子 四个冷藏的蛋番茄要冰的 一包半的白巧克力 首先先将莲子洗净放入电锅 大约比莲子多一点的水共蒸两次 外锅放两杯水一次蒸三十分钟 最后一次跳锅不取出继续闷等凉了再取出 准备一个生锅放入拌满水烧至160度华氏70度色色转为小火 把巧克力放入碗中隔热水搅拌至融化 准备三英寸的圆模型 倒入融化的白巧克力 放入莲子 巧克力硬了后脱模 取一个番茄 样子类似莲花花瓣的一面 直立的取出 中间就会出现像花金一样的立体 花金的形状 如果天气很冷 50到60华氏 放硬大约3到4分钟 如果是热天 就要放冰箱 用手试试看 是否硬了 沿着番茄 用手捏着 使番茄的四周松开 沉试过其他的方法 最难的不是做出漂亮的形状 而是能够顺利的完整取下巧克力 用融化的巧克力 沾黏莲花的底座 可用长竹签 帮助固定 沾黏莲花的底座 做另一个圆弹形的 灵感来自于广青老和尚 当火化完 在黑夜的上空 无意有人拿照相机 照到一朵莲花 中央像圆形的弹状 所以广青老和尚 在试的时候 也劝人念阿弥陀佛 祝大家阿弥陀佛诞成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